每個人觀眾都是追劇 大家好 我是舞秋波 之前我在生物消失的影片裡面講說 生物消失 用命名牌可以防止消失 除了流浪商人之外 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扶手者也會消失喔 用命名牌也會消失 我就想說 哪有 為什麼會消失 今天 我就直接撤給大家看 我們都知道呢 扶手者是經由這個 扶靈效果戰鬥 然後從地板裡面爬出來的 經過60秒的時間 如果他感受到附近沒有什麼波動 沒有什麼聲音 沒有什麼味道的時候 他就會在頂尾 好了 我們的扶手者覺得無聊了 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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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欸 不知道鑽到哪裡去了 消失了齁 這就是扶手者消失的 生成消失的機制 這邊秋風呢 就拿一個命名牌 命名之後 看60秒 這個測試只需要60秒齁 就知道這個命名之後的扶手者 會不會沉入喔 幫我們的扶手者命名 訂閱無秋風喔 看他到底會不會沉入喔 我們就在這邊 等等等等等等 耶 好 時間已經超過一分鐘了 我們的扶手者訂閱無秋風還在這裡欸 不然這邊 我再叫出一隻來好了 兩隻扶手者 另外一隻當對照組 好了 秋風在這邊再召喚出了另外一隻扶手者齁 所以只要這一隻扶手者有沉下去 那一隻有命名的扶手者還活著 就可以事實證明 命名牌還是可以讓扶手者存活在這個世界的嘛 喔 沉下去了 沉下去了 沒命名的扶手者 沉下去了 有命名的扶手者訂閱舞秋風還在世啊 還活著 哇 這樣子還不訂閱嗎 所以使用命名牌的扶手者還是會消失 破解 不會消失齁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謠言 那個如果他正在播放消失動畫的時候 你命名他 他是真的會消失啊 因為消失已經啟動了 可是 還沒有播放消失動畫之前 你命名他就會一直活著齁 就不會自然消失了 會不會是1.19 我現在測試的是1.20.20 會不會是1.19 剛出來的時候會消失 我們來試看看好了 好了 我們的版本正式切換到1.19 目前召喚兩隻扶手者 這一隻扶手者沒有命名 然後這一隻扶手者 繼續訂閱舞秋風喔 我們就看一下 這隻扶手者消失的時候 另外一隻扶手者 還會不會存活齁 我是先召喚出訂閱舞秋風的扶手者的齁 這個 後來這一隻 所以 時間上 會比較久一點齁 這一隻如果消失 這一隻還沒消失 老實講就已經超過時間了嘛 我們來看一下齁 1.19 就是 第一個扶手者出現的正式版本嘛 看一下他到底 會不會 活著齁 欸有有有 頂履啊 沉下去了 喔 消失了 然後 我的 訂閱舞秋風 還活著 欸 所以 要訂閱了吧 哈哈哈哈 再次證明我們的扶手者 是 可以存活的齁 用命名牌之後是可以存活的 用命名牌還會消失 可是 是謠言啊 破解 那個 這個謠言我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欸 其實從 扶手者登錄的第一個正式快照版本 他都不會消失 對 用命名牌 命名那個有名字之後 他都不會消失齁 只有在一個實驗快照 那個 剛加入扶手者一開始加入的實驗快照 才會消失啊 可是 那個實驗快照 然後 呃 你現在應該正常來講 應該也開不到了 在minecraft的官方登錄器裡面 找不到那個快照版本 你能找到的快照版本 全部都不會消失啊 所以 呃 嗯 我有時候跟大家講 有時候可能是 某些實況主拍片拍得太急了齁 那個 還沒有確定的 內容 就是minecraft官方還沒有確定下來的內容 就急著拍片 然後就告訴你一些 呃 不是現在現有的理論 或是 雜七雜八的 然後 你就信了 實際上沒有齁 已經修改掉了 應該說 早就 早就不能了嘛 那個 命名牌不會消失齁 會消失的 只有 流浪商人 好啦 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